錄製口罩混沖風波 加利科技老闆林明敬喊冤 但陳時中4號上午出席活動 扩大回應 違法在先 我們檢測在後 那這個社會整個就亂了 反正法在先 說一些這五座 四座 這哪對 但重點是明明加利3月 已經被查到違法進口錄製口罩 當時指揮中心沒有公布消息 遭外界質疑刻意隱瞞 一樣還是有去查獲 那只是說 他在處理的過程之中 他已經沒有流入市面 而且已經攔截在海關 原則上 指揮中心的高層 或是怎樣 原則上 我們就沒有去報告這件事情 各自分工沒有流入市面 因此沒有向上承報 指揮中心物資組長簡單帶過 但立委林一華表示 2號晚上接獲要局陳情後 隔天一大早就向食藥署詢問 當時對方表示不知情 沒想到下午卻大動作召開記者會 還表示前幾天就已經掌握資訊 讓立委質疑政府意圖隱瞞 就在想說如果我們沒有去反應的話 這件事情不知道會不會被掩蓋下來 那就讓我們覺得說 你既然掌握了狀況 為什麼不在第一個時間點 讓他知道 領到的有可能是有 陸制的口罩 狀況外是一個問題 或者說自己不願意查證 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6月以前都還是由 防止手這邊來做檢驗 到7月的時候 去來中華郵政來負責 所以那時度上 這以後就變得是 孔道的驗收 這邊也會造成一個破口 加力混沖事件引發爭議 中間抽檢流程是否出現問題 政府到底瞞了多少事 社會指揮官的衛福部長陳時中 最近卻忙著拍時尚雜誌 引發立委炮轟 記得林瑋峰 直台報導